二十块钱只能买一样 老奶奶 我告诉你啊 这些东西我跟你说 整老就是过期的 过期的啊 这不是那半日期吗 这不过期啊 这没用啊 那就是假的 这些东西全不能吃啊 不是 吃完这块钱 不是 你要吃完了能啥样呢 你想要啥样的 你说吃到啥样的 算中毒 这些东西吃完之后 轻的翻白眼 重点直接就翻片了 我跟你说 少吃点赶本就没事 千万不能吃 为了我爷爷的幸福 你要吃完之后 我爷爷后半身 指定是打光棍了 赶紧打听 不能跟他买的 是吗 赶紧 在哪买的吗 哎 哎 儿子 那啥 你买这东西 有不少人想打听 在哪买的 嗯 能找着你家不 是实体店呢 实体店 哎呀 太好了 二十块钱也能找回来 什么二十块钱 这家十倍罚管 十倍 二百呀 二百 二百能行吗 最低两千 你从讽划你呀 儿子 那实体店在哪儿啊 大米粒超市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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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不可能啊 只要是假货 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 他就得负责 哎呀 大米粒 不用 大米粒 哎呀 老板大师 你让我看你 你皇帝啊 爸 爸 在哪儿啊 爸呀 爸呀 你有嘴呢 哎呀 干嘛呀爸呀 什么玩儿干啥呀 你咋还不走呢 你们 我走往哪儿走 我这火没发出去 我就不走 咋 咋 我问你点事 你皇姨他儿子 是不是在你超市卖东西了 对呀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吗 对 你好好看看 这个 对呀 是我那儿的 那就行了 怎么的了 给你皇姨二百块钱 哎呀 不要 我也没带钱呢 没带钱 我给你垫上啊 我告诉你 这钱我给你垫的啊 你得还我少一份都不好使 你拿着 不是 你大哥这干啥呢 这钱我能要吗 这成啥事呢 爸 这这是咋的了呀 你卖这东西都是假货 啊 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 都是真的 谁说是假的呀 看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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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欠 看不着 你这么一大驼子站着 你跟我过来 你看 你说是假的是吗 我告诉你 你不过拿点证据来 你看我怎么识着你 大姑 这还要证据吗 二十块钱买一堆 不是假的是啥 二十 这一堆五百多呢 五百 五百 我跟你说 我就说嘛 假的 它就不能那么好吃 嘴下留情吧 大哥 大米粒啊 你能不能 给阿姨退了 王姨啊 那都拆分了 怎么退呀 这拆分 你爸和你妈吃 你没看他还吃呢 嘛 那啥 你这二百块钱 我就收起来了 你 你这叫黄姨啊 你大夫一回 也没大夫到正地方 很像灌血肠上的 我连酸菜汤都没看到 哎呀妈 这哪是灌血肠的 这要我命啊 呀别着急 别着急 那啥 我问我儿子 到底咋回事 你整个这 儿子 你买的东西 真挺好吃 你没看 你老范大叔 那吃的根嘎的 不过呢 有人想买 给我二十块钱 买不来呀 你拿我当傻子 我都知道是五百块钱 你给我说清楚 咋回事 妈 您为了我呀 姐姐了一辈子了 没吃过好的 也没用过好的 现在儿子长大了 能赚钱了 我呀 就是想提升下 您的生活品质 我说都花钱了吧 又怕您使不得 所以就撒了一个小伙子 儿子 五百块钱的事 回来跟你算账 这还算啥账呀 有这么好的儿子 你就凑着乐趣吧 既然儿子这么孝顺 你就听他一句话 好好地享受几天生活吧 对呀 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 现在生活好了 啥也不缺了 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了 好好安排安排 哎呀妈呀 啊 哎呀 我儿子给我钉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 说三十晚上一许 你是不是骗我的呀 让他别去了 让他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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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大哥 啊 大嫂 咱都这岁数了 既然孩子孝顺咱 咱们也高高兴兴 痛痛快快地享受一把生活 今天呢 我喝出去了 灌把血肠 啊